来关心这起登山意外 上午六点多有三名登山客在攀爬雪山的途中 其中有一个人呢 他左腿疑似是骨折走不动了 救难单位出动了海鸥直升机以吊挂的方式 逐一将伤者以及同行另外两名的登山客给救了起来 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答案